许轩黑黑的一笑转身离开 其实叶浩轩哪有什么夜生活呀 他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是打算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车停在了叶浩轩的跟前 车窗摇下 拦截的脸露了出来 你怎么来了 叶浩轩一愣 拦截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 他来这里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来找自己 上车说 叶浩轩笑了笑 估计是他小姨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 他来这里是找自己问个明白的 叶浩轩转身上了车 坐在了副驾驶身上 怎么了 有事吗 看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叶浩轩看拦截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开着车向前走 他不由得有些好奇 我小姨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拦截看了叶浩轩一眼 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吗 没错 是我做的 是为了我吗 拦截看着叶浩轩 很期待叶浩轩回答出一句是来 不是 是我自己看不惯他的为人 今天晚上 他动手打了我一个兄弟 所以我这是在为我的兄弟出气 我也知道 是我想多了 兰浩轩笑了 他有些失落地说 因你这种身份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女人 去得罪刘家 叶浩轩无语 他哭笑了一声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他以后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了 我在A市这里 也有暂时的安宁 不管怎么说 能安宁一时试一时吧 看来你的故事挺多呀 哦 我听说过燕京的兰家 但是对兰家还不算太了解 只是我觉得 就算不去搞什么联姻 兰家在燕京的地位 也不是别人能比的 他们为什么还要让你 嫁给一个糟老头子 你不懂大家族 其实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兰家 与其他的更不一样 你也可以理解为 我是斗争中的牺牲品 这就对了 家族斗争厉害的我见过 但是说真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 看来你的运气真不好啊 谁说不是呢 或许在别人的眼里 我这种高高在上 一出声就含着金钥匙的 但是能想到 我的命运 反而不如一个普通人 你离家出走 就是为了抗争他们 是的 离家出走 就是为了抗争他们 我搞的这个娱乐公司 是朋友帮忙弄的 但是他们已经警告过我朋友 不许再帮我 所以 我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你这也太霸道了吧 你小姨那样对你 他们知道吗 知道 而且十有八九 是他们受益的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的确是觉得不可思议 看来兰家管事的人很霸道 不听话就回你一声 真的是厉害 是 他们行事一向霸道 我想请你帮帮我 我恐怕帮不了你 你们世俗的事情 我不想插手 我那天帮你一把 是因为我恰好遇到了 我这种人 遇到的事情就会忍不住 想插手帮一把 兰姐有些失落 她觉得叶好轩不帮她 也没什么 毕竟大家之间 没有什么利益关系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 今天晚上 你已经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至少 我有喘息的机会了 以后的事情 谁也说不好 随缘吧 叶好轩默默不语 他确实是不想再惹到 世俗的事情 而且他和兰家 没有利益冲突 叶好轩这种人就是 除非他们惹到自己头上来 否则的话 自己是不会主动的 小子 你还挺是坐怀不乱的嘛 七杀的声音 在叶好轩的意识里响起 女人天生是有权利的 尤其是美女 更是比别人有优先权 对于她的要求 你应该答应了才是 为什么要拒绝她 你闭嘴 你还想不想早点脱离我的掌控了 如果你想 那就趁早给我闭嘴 不然的话 我不保证 你会不会被重新的封印起来 开开玩笑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七杀善善地说道 这家伙就是嘴尖 你要是冲他真的发一通火 他就老实了 这不叶好轩这一发火 他马上就蔫了 你明天要去那个什么交易会了 破军也说话了 据许轩说 那个地方交易的是天才地宝 我寻思着说不定 有咱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过去看看 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 黑市这个地方 这种地方啊 市面上什么见不到的东西 都能找到 我们去碰碰运气 说不定真的能遇到点什么呢 小子 有人一直在跟着你呢 你应该知道吧 七杀善嘴道 虽然对方人没有跟来 但是一年一直跟着你 他在注意你所有的动向 有这种事情 叶好轩吃了一惊 对方是谁 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 这很简单 对方的实力强 而且这种法门 不像是神念那样锁定了你 而是在你后面紧紧地跟着你 你感应不到也是正常的 前几天晚上杀人杀的爽不 嗯 现在人家的市门找上门来了 烈日宗的人啊 叶好轩放下心来 他淡淡地说 我还真的是以为 我为什么高人给盯上了呢 如果真的有人注意到我了 我还有点慌呢 但如果你说的是烈日宗的人 我就不怎么怕了 还是要小心点比较好 那这个卫面 跟你之前所待的那个卫面 还是不一样的 卫面跟卫面之间的差距 也不一样 高人太多 你还是要小心呢 好的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但是用意念锁定我的那个人是谁 嗯 这个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毕竟对方的实力也不弱 而且 还是用意念锁定 破军想了想 他锁定着你 应该是想搞清楚你的底细 我知道 但是这样被人盯着的感觉很不爽啊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觉得应该隐时出动 那家伙还是比较谨慎的 引他出来 哎 早点解决了他也对你好 那好吧 那我就引他出来 叶好轩做着打算 哎 一念消失了 他知道你发现他了 七杀诧异地说 这么强的灵爵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 果然是有心门倒的 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所在的位置在哪 看来是个比较麻烦的对手啊 叶好轩皱了皱眉头 以后要小心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就在这个时候 拦截开口说话了 没什么 再想些事情 叶好轩切断了跟二星君之间的联系 我感觉你有心事 这不应该啊 以你的地位和实力 不该有烦心的事才对 那天晚上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兰姐也知道叶好轩不是一般人 不然他也不会开口要求叶好轩帮忙 这是叶好轩的拒绝 让他有些失落 这就不一定了 哪个阶段的人都会有心事的 比如 普通人觉得你是附加千金 你每天过着的是锦衣玉石的生活 你不为生活发愁 你一定很快乐 但是事实上 你自己也是身陷漩涡 不能自拔 只是你的痛苦 他们看不到罢了 同样的道理 我也是一样的 你觉得我实力强 我就不会有烦恼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好吧 你说的有道理 那 你有家人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了解你一下 如果不方便说 那就算了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单纯的好奇罢了 你记着 千万不要对任何事物有好奇心 否则的话会害了你 懂吗 有些时候知道的太多 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好 我知道了 兰杰点点头 他不再问了 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 叶好轩似乎是不想让他知道他的事情 前面怎么了 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的警报灯引起了兰杰的注意 这是数辆救护车 道路上有五车连撞 其中一辆还是小型的客车 看来伤的人不少 出交通事故了 叶好轩的眉头一皱 这里的事故出得还挺大的 他从现场感觉到了一阵阴气 他吩咐道 停车 我要下去看看 兰杰一眼把车停到了一边 叶好轩走了下去 现场已经被警戒线封了起来 救护车已经到现场 警察在一边疏通交通 帮忙救助伤者 无关人的不要进去 不要当个医生救人 一名警察拦着叶好轩 不让他进去 我是医生 我可以帮忙 现场的医护人员明显人手不够 那好 那你进去吧 警察连忙放叶好轩进去 现场的确是医护人员不够 因为是五车连撞 再加上一辆小型客车 伤得有几十号人 叶好轩走进去 他一眼看到李延 正在给一位出血的伤者指血 那位伤者应该是伤到了大动脉 他腿上的鲜血像是喷泉一样的往外喷 这伤者惨叫着十分痛苦 李延和一位同事正在努力着 但是伤者腿上的血流得太快了 两人方法都用尽了 也没有把病人的血给止住 叶好轩走上前 在患者的腿上点了几下 然后接过了李延手中的纱布 把他的伤给包扎了起来 患者停止了惨叫 李延连忙道谢 谢谢你啊 啊 是你 你怎么来了 路过 看这里伤者这么多 就过来看看 医生的本能 哎 李延快过来 这里人手不够了 有人叫了医生 哎 好的 谢谢你了 谢谢帮忙 李延一边跑过去 一边说 叶好轩在车祸现场走了一遭 大部分的人 伤得虽然看起来严重 但并不碍事 倒是一辆车头被撞得严重 瘪下去的车 有些问题啊 消防队没办法把门给打开 这门需要用具 驾驶室上 有位伤者满脸湿血 他叫道 救救我老婆 他 他要生了 我求求你们 你别担心 我们正在想办法 你忍下啊 很快的 一位消防员拿起了电动的锯子 就要开始了 你这样会伤到人的 叶好轩制止了他 那 那不然怎么办 你看副驾驶 他是孕妇啊 他不能拖呀 叶好轩二话不说 他一拳打碎了车门的玻璃 然后手伸了进去 微微的一扯 变形的车门被他给硬生生的扯了下来 然后他双手用力的撑开驾驶室 被困在驾驶室的伤者 马上就恢复了行动 他被人抬了出来 这倒是没问题 但是副驾驶室上的孕妇 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变形的车头压在他的肚子上 叶好轩的眉头一皱 副驾驶本身就危险 这还让孕妇坐 出了车祸这问题就大了 叶好轩暴力地 把这副驾驶的门给强行拉开 然后把孕妇抱了出来 幸运的是 孕妇和孩子都还在 他睁开眼睛 虚弱地说 求你 求求孩子 放心吧 你跟你的孩子都会没有事的 叶好轩右手隐秘的一个动手 无形的力量加持在他身上 然后把他放到担架上 叶好轩吩咐 拎盆 马上送到医院 需要剖腹产手术 重伤和紧急的患者都是 优先被送到医院的 拦截站在一边 他想帮忙 但是对于这些 他一点也不懂 他只能是干着急 量发送到医院的 拦战 对于这些 来到医院的 扶连 准复 最指 的 想